这期继续讲熬游109集,艾局长来了 艾玉莎进入杨永江办公室,后者立即满脸笑容地说道 按照你的指示,已经将方案报给了陆宇,现在他批示给了你,你看怎么办 艾玉莎在杨永江面前,说话不冷不热,带着浓浓的傲气 杨永江听说陆宇的批示,眉头挑了挑,想到省服频办的调研 陆宇根本没法去密云市招商引资 本来,这是给陆宇挖的坑,希望陆宇能够走七天,然后一无所获地回来 现在好了,竟然坑没有挖出来,反而让问题给了自己 密云市的招商引资,一般意义不大,也不会有多么大的成果 以往就是走过场,但陆宇光环大,他要是光头,那可不一样 现在陆宇不去,自己要是去,成了光头,自己面子上也过不去 犹豫片刻,杨永江还是决定给霓虹超打电话 电话接通,杨永江立即笑着说道 霓书记您好,有个事情请示一下 霓虹超现在与杨永江两个人已经面和心不合了 甚至有时,面和都谈不上,因为霓虹,两个人都颜面无存 但还是客气说道,杨县长请讲 霓书记,明天密云市年度招商引资大会就要开始 招商局做好了方案,一直在等着陆宇的批示 他今天刚刚回来,现在因为调研,走不开 您看这件事怎么安排好 杨永江说道 霓虹超听到这件事,忍不住眉头拧了起来 招商局怎么安排的 爱玉莎局长和副局长陈锋两个人带队去招商引资 计划下午三点出发 杨永江趁机说道 霓虹超抬手看了眼时间,还剩下四十分钟就要出发了 现在对自己汇报,真是够可以的 这不是在故意与自己找别扭吗 心中不爽,于是说道 要不杨县长去呢 杨永江听到让自己去 余光看到爱玉莎是真的心动了一下 他是真的很想去 然后与爱玉莎在一起 这个女人可是比苏荣荣和李美兹他们要强得太多了 只是,想到张敏那颗雷 羡慕打住 你书记 现在省府平半调研 我担心陆县长在激动啊 霓虹超新说 陆宇激动不激动 你能做什么 现在你都要成甩手掌柜的了 只是,这话他忍住了 杨县长觉得这件事谁去何事 霓虹超问道 杨永江很希望霓虹超去的 让他知道一下这个招商引资的难度 但又不能说 于是说道 要不让程书记去 霓虹超听到成天旭名字 想到这一次的和西镇调研 可是出尽了风头 心中并不是很爽 于是就没有立即回应 杨永江没有听到回应 就知道霓虹超想要去了 心中狂喜 这正是自己的期待 于是说道 最好是霓虹记您亲自带队 可以趁机到密云市 与一些领导汇报一下工作 毕竟我们陆县长的 现在工作很突出 另一边的霓虹超 眉头挑了挑 心中倒是真动了这种想法 至于招商引资 没有在意 关键是能够与丁来信 他们汇报一下工作 岂不是很好 尤其是现在霓虹的位置要调整 正是关键敏感时期 要是将霓虹给调整走了 其他事情都是好事 我看看近期工作安排 一会儿再说 霓虹超没有立即答应 好的 我等你书记通知 杨永江非常懂事地挂断电话 他的脸上已经都是得意笑容 现在都开始想向霓虹超去谈话 强烈建议将霓虹开除的想法 仿佛看到霓虹滚出丰都县官场 霓虹离开 他就有信心摆平张敏的事情 让自己平安 霓虹调走 他已经是寄予厚望了 爱玉莎坐在沙发上 就像是不懂这一切 但内心对于杨永江充满了鄙视 这就是一个小人 十分钟后 霓虹超打来电话 说他亲自去 杨永江自然就是连番说辛苦之类的客气话 然后挂断电话 霓虹超这边准备 爱玉莎去找霓虹超汇报 他们在半个小时后出发 这期间 爱玉莎给陆宇发了一条消息 告诉陆宇 霓虹超去招商引资 是有目的 虽然没有点破 但已经非常直白 以陆宇的智商 当然会清楚 陆宇都没有在意 眼前的情况 看似自己被动 但已经主动在努力 关键点就是 如何能够引爆温世平的事情 霓虹超与招商局的人 来到密云市铁西区 结果他才发现 招商局连住宿的酒店 都没有提前预定 询问后才得知 一直没有确定县里 谁来参加 就没有预定 霓虹超真想发活 可是看到爱玉莎 那样美丽的女人 她都不忍心 最后让陈峰 开始寻找住宿的地方 陈峰打电话联系了一圈 所有稍微好些的酒店 都住满了人 没有房间了 现在要是去住 只能住一些不上档次的宾馆 爱玉莎倒是一副同意 还说节省经费 但是对于霓虹超 却是不一样 她是县委书记 第一次来这边招商引资 要是住的地方都解决不好 那么自己开始就输了 不重视 不代表不要成绩和面子 招商引资在哪个区 霓虹超沉声问道 铁西区 霓虹超听说是铁西区 眉头挑了挑 真是巧了 陆宇未来的归宿 不就是在这里吗 她找到傅清康的电话打过去 大家都是书记 一起开过会 留过电话 电话响了一声 傅清康就笑着接通 你书记好 霓虹超虽然是 与与与与丰都县县委书记 不如人家一个区委书记更好 毕竟区里进水楼台 而且有钱 但作为您家的少爷 他有天然的优势 于是打着哈哈说道 清康书记 我是找您帮忙来了 您书记尽管分付 傅清康笑着说道 能帮我在铁西区 安排一家酒店部 我们丰都县招商引资的人来了 没有住宿的地方 霓虹超笑着说道 心中却是尴尬 傅清康听到这件事 立即说道 我打电话问问 一会儿就给您回复 好的 傅清康挂断电话 立即给区委办的人打电话 很快得到回复 铁锡区所有酒店都没有了 傅清康眉头紧簇 怎么可能 这时 另一边汇报的人在电话中说道 这是温区长的安排 傅清康的表情变得凝重阴冷 傅清康立即明白 温世平这是想要针对陆宇出手 没想到来的竟然是霓虹超 想到就算是对陆宇出手 也未免有些过于小人了吧 远来是客 现在铁锡区承办这次的密云市招商引资 这是宣传的机会 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 再说了 陆宇又没有主动得罪他们 明明就是赵云成自己在陷害人家陆宇 恶人先告状 傅清康新生鄙视 思索片刻 给温世平打电话 电话响了七八声 另一边才传来温世平非常不情愿的声音 傅书记 傅清康已经习惯了 但还是陈生说道 温区长 现在丰都县的你书记 带人来了铁锡区 想要找个酒店居住都没有地方 您能不能帮助协调安排一下 傅清康将人情都送给了温世平 希望他能够将事情处理了 温世平听说是这件事 顿时眉头挑了挑 有点出乎意料 他一直关注丰都县招商引资 知道是陈宇负责 已经决定要让他们在铁锡区住的地方都没有 甚至 他准备到时候陈宇他们从别的区进来 就让警察对陈宇他们的车辆进行查看阻拦 反正就是让丰都县的招商引资工作 处处都磕磕绊绊 这次的招商引资 郭松芳非常重视 计划采取每天公式招商引资金额的方法 刺激各个区县努力做好招商引资工作 若是自己的计划实现 丰都县垫底 这是对陈宇很好的打击 结果 现在来的是霓虹超 有点始料不及 现在 要是自己给安排了 打了自己的脸面 万一要是传出去 对于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事 他沉思片刻说道 我问问吧 现在招商引资的人太多 我们铁锡区承办 很多好些的酒店都被订出去了 傅清康当然知道是推辞 但也没拆穿 只是说尽快 那边霓虹超正在等消息 温世平听到傅清康催促自己 心中更是赌气 更不想管这件事了 于是 嘴上答应 但根本没有打电话 傅清康担心霓虹超着急 就打电话说了目前的情况 已经让温世平帮助协调 霓虹超听后 倒是很感激 毕竟傅清康人家 全心全意帮助自己了 就这样 他等了半个小时后 接到傅清康的回复电话 说是温世平解决不了 所有酒店都没有了 傅清康在电话中 对霓虹超连番道歉 明显就是非常不好意思 霓虹超不好生气 还只能是感谢 但是内心 对于温世平 已经要恨死了 感觉自己 就像是被人给完了一样 挂断电话 霓虹超的脸都黑了 爱玉莎等人不说话 但除了他以外 所有人心中都非常的郁闷 霓虹超心中 有种出师未竭 身先死的恶心感 觉得这次的招商引资工作 可能会不顺利 尤其是了解了今年的每天通报制度 他就有些后悔了 看向爱玉莎 爱局长 明天的招商引资大会几点开始 上午九点开幕式 爱玉莎连忙回答 那我们回去 然后七点钟出发 九点钟肯定能够赶到 霓虹超当场决定 他已经决定 明天让程天旭带队来 他不来了 这个脸丢不起 爱玉莎刚想要答应 手机响起 看到是陆语打来电话 连忙接通 陆县长您好 爱局长 你们到密云市都顺利吗 陆语虽然不来 不管这件事 但还是关注地问了问 我们到了密云市铁锡区 想要找住宿的地方找不到 正准备返回丰都县 明天早上赶来 爱玉莎如实说道 陆语听说在铁锡区没有地方住 微愣后 立即说道 你们稍等 我打个电话 爱玉莎不等说话 另一边的陆语已经挂断电话 陆语给圣灵云打电话 让他看看能否在新世纪酒店给安排住宿 圣灵云立即答应 打电话给酒店 里面有的是房间 他立即给陆语回复 让去就可以 陆语给爱玉莎回复过去 爱玉莎正在等电话 因为霓虹超已经不耐烦 看到陆语电话 按下接通 陆县长 你们到铁锡区的新世纪酒店住宿就行 去了就报我的名字 他们都会安排 陆语说道 爱玉莎美丽的脸上 顿时浮现出笑容 谢谢陆县长 快点去吧 陆语挂断电话 爱玉莎看向霓虹超 你书记 陆县长已经给我们协调好了铁锡区的新世纪酒店 霓虹超脸色更加铁青 感觉没有面子 微微点头 没有说话 转身上了车 很显然 陆语的这个协调 打了他的脸 他并不开心 爱玉莎等人连忙上车 赶往新世纪酒店 他们来到酒店的时候 看到酒店装修豪华 档次很高 竟然是五星级酒店 霓虹超感觉更是没有面子 这时 经理已经主动上前 请问你们是陆语县长的朋友吗 爱玉莎连忙点头 是的 里面请 房间你们自己随便选 经理非常客气恭敬 霓虹超更觉脸上无光 看向爱玉莎 我们的消费标准 适合住在这里吗 爱玉莎看到酒店的级别和规模 肯定就不符合了 俏丽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尴尬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 按照你们的正常标准 给我们支付就行 食宿我们都管了 经理想到圣灵云和陆语的关系 那点钱就是芝麻利 霓虹超听着 心中更是不舒服 可要是不住 反倒是自己矫情了 更重要的是 自己回去也没法解释 只能是冷着脸汗手 爱玉莎松口气 连忙笑着说道 感谢经理 麻烦你帮我们安排一个套房 其他都是两人的标准间就行 没有问题 大家请进 经理热情招待 霓虹超等人进来 他虽然不高兴 但是下面招商局的人 倒是都很高兴 毕竟这样的豪华酒店 还是第一次住 档次很高 就这样 他们入住进来 不过 他们入住的消息 已经传到了温世平的耳中 对方的脸色顿时阴冷 谁让新世纪酒店 安排他们入住的 温世平拿起电话 大声质问区府办主任郑玉强 郑玉强以前是温世平的秘书 自然是听话忠实于温世平的人 立即说道 温区长 我马上去调查 查清楚 温世平啪的一声挂断电话 郑玉强立即通过关系查询 很快得知酒店是接到上面的通知 然后让入住的 关于上面的通知者是谁 他们并不知道 于是立即给温世平报告 温世平听说是上面的通知 忍不住冷笑 酒店的上面与他有个毛关系 在他的权力面前 什么都不是 立即让工商 安监和消防等部门 马上去检查 准备将新世纪酒店给封了 郑玉强打电话安排 很快这些部门就赶到新世纪酒店 检查出了一堆问题 让酒店限期整改 甚至要求里面的人 明天必须要搬出去 酒店经理立即向圣灵云汇报 圣灵云接到电话 马上就怒了 告诉经理 不用担心 之后 他挂断电话 就去了陆宇的家中 陆宇刚在家中 吃完萧梦辰做的面 看到圣灵云气鼓鼓地进来 美丽的杏眼中 就像是有两团火 而他泥子大衣包裹的郊躯 都显得更加充实 显然都是气得 灵云 发生了什么事 陆宇笑着问道 密云市铁西区 估计是封了 竟然因为我们 安排了霓虹超他们的住宿 就联合检查 然后要封了新世纪酒店 圣灵云气恼地坐下说道 那怎么办 萧梦辰眨眨动美丽眼睛 笑着问道 天赐良机啊 陆宇却是突然大笑说道 什么良机 圣灵云和萧梦辰忙问 这件事我估计就是温士平安排的 他这就是在帮我呀 陆宇兴奋地在屋内来回走动 甚至脸上都写满了激动的笑容 到底什么情况 圣灵云有点着急地问道 对于一个酒店 他倒是不急 急的是陆宇不说 让他心中不舒服 明天密云市招商大会 他们这边开始 你们新世纪酒店就召开新闻发布会 撤出铁锡区 直接让铁锡区的招商引资工作飞上天 陆宇双眼闪烁光芒地说道 这点事 值得你这样高兴吗 圣灵云翻了个白眼 不悦地说道 太值得了 我现在就是盼着温世平撞雷 然后被查 陆宇将自己的想法和布局说了一遍 两个女人听完 顿时眼中都是小星星 尤其是圣灵云 直接说道 没问题 感动我男人 就让他们无路可走 陆宇望着这个郁姐 看了眼萧梦辰 对方倒是没有任何在意 好像很支持圣灵云的做法 我明天亲自去 圣灵云说道 辛苦了 我现在一方面要在这里迎接省扶贫的调研 另一方面我也不好亲自地出面 陆宇说道 知道我辛苦 那就亲亲我和孟臣 奖励一下如何 圣灵云笑着说道 陆宇连忙低头 沉默不语 扑斥 两个女人都忍不住笑了 陆宇沉思片刻 我还是要与傅清康和郭市长他们联系一下 毕竟这件事不小 圣灵云点头 这个必须的 陆宇首先拨打郭松芳的电话 郭松芳接通很快 笑着问道 你小子还在加班呢 对于陆宇的欣赏 郭松芳现在已经是毫不掩饰了 郭市长 我明天可能要给你添点乱子 提前和你道歉请罪 陆宇说道 知道麻烦 还要道歉 还是别说了 郭松芳笑着调侃 陆宇知道调侃自己 于是就将今天霓虹超等人住宿的问题讲述一遍 郭松芳闻听后非常震惊 一方面没想到 温世平竟然采取这样的小人行径 完全没有东道主的心胸 另一方面没有想到那是圣灵云的酒店 不过 他倒是非常高兴 陆宇呀陆宇 你真是好运气 这是想要睡觉 就有人给你送枕头 温世平这是要自己主动走上断头台 郭市长 这也要看他个人的情况 要是人家没有问题 就是好同志 陆宇故意笑道 这件事我知道了 不怕出事 这些事暴露出来了 我们处理了 反而才能够展现出我们密云式的作风转变 更利于招商引资 郭松芳表现得倒是非常大气自然 谢谢郭市长支持 陆宇感激道 没事 到时候就让盛董出面好了 好的 陆宇答应 郭松芳挂断电话 陆宇又给张志刚打电话 对方听后 在愤怒温世平的做法后 也是觉得眼前的机会难得 没有阻止陆宇 陆宇最后给傅清康打电话 傅清康接通陆宇的电话 笑着说道 陆县长有何指示 副书记 不是指示 而是想要提前找你谢罪 陆宇依旧是笑着说道 陆县长要给我什么惊喜 傅清康倒是很高兴地询问 我听说温区长一心想让 封都县的招商引资工作出现问题 成为笑柄 甚至住的地方都不安排 现在有了住的地方 还要将酒店给封了 好像有点过犹不及了呀 陆宇一口气说道 要封酒店 哪家酒店 傅清康显然对于这件事不清楚 新世纪酒店 陆宇说道 新世纪酒店 傅清康重复 那是圣灵云的产业 陆宇笑着强调 圣董的产业 傅清康没想到是圣灵云的产业 想到铅和果业也是人家的 这次要马上要投资了 这不是打脸吗 傅书记不用担心 投资都是正常 我们只是想让某些胡乱用权的人 得到惩罚而已 陆宇说道 我知道了 这件事你们按照节奏操作就行 我倒是希望大震荡一下 然后彻底干净了 傅清康的语气中充满了坚定 感谢副书记 谢谢陆县长才对 哈哈 傅清康表现得非常豁达 他也期待铁锡区能够政治环境清明 两个人又谈论一些细节后 挂断电话 陆宇看向圣灵云 脸上都是笑容 姐漂亮吗 圣灵云看到陆宇看过来的目光 对着陆宇眨眨眼睛 笑着调侃道 漂亮 萧梦辰在一旁抢先笑道 圣灵云对着陆宇调调眉 略带不满地威胁道 听到没有 你要是不娶我 我就把梦辰给勾搭走 让你当和尚去 扑斥 萧梦辰被圣灵云给逗笑了 陆宇对于两个女人的这个调侃 倒是很高兴 眼中露出喜悦之色说道 灵云 我一直在找扭转局面的爆破点 甚至就想要将温室平拉下来 没想到竟然靠的是你 旺夫呗 这还不知道 圣灵云傲娇得意 就差直接说领证上床好了 明天就拜托你了 我估计 到时候肯定会影响很严重 你也会有压力 陆宇恢复冷静 我觉得最大的压力 就是梦辰他们这些美妮子 各个都是我的情敌 圣灵云倒是没有在意 反而还看向肖梦辰 笑吟吟的调侃 陆宇再次被圣灵云的调侃逗笑 肖梦辰一直非常大度 只是微笑 圣灵云内心暗暗钦佩 这样的肖梦辰 要是男人不喜欢 那就不正常了 这是真正的美女气质 真正的女人魅力 陆宇压下心中各种复杂 最后说道 这一次他们都太过分了 竟然做事的心都没有了 别想了 保持好自己才是根本 还有 关于张敏的事情 你那边也要多想想办法收网了 免得夜长梦多 圣灵云看到这次陆宇调整的危机 已经替陆宇担心 开口提醒道 对了 我们医院要组织评选副教授 苏荣荣现在上蹿下跳的 正在积极争取 只是不知道 现在冯志和能不能帮助他了 肖梦辰突然说道 竞争者是谁 陆宇询问 当然是梦辰了 圣灵云横了一眼陆宇 言外之意是一点都不关心 肖梦辰却摇摇头 我已经弃拳了 弃拳了 陆宇和圣灵云忙问 肖梦辰点头 我已经决定了 从现在开始 什么都不去竞争 就当一个普通一生好了 你这是准备为了陆宇放弃前途 圣灵云笑着问道 才不是呢 我只是不喜欢而已 肖梦辰被说得脸通红 连忙说道 陆宇岂能不明白 看向肖梦辰 该争取的还是要争取的 以后再说吧 我要是争取了 别人肯定会背后说你 而对于我来说 那点涨的工资有没有无所谓 还有就是我以后机会很多 但其他人可能就一次机会 肖梦辰说得非常淡然 完全就是一副 看看的不争 这个我赞同 到时候做陆宇的妻子 每天就看着银行卡中的上千亿 这怎么花出去呢 怎么花出去呢 圣灵云一边说 一边做出调侃的表情和手势 将陆宇和肖梦辰 全部逗笑了 苏荣荣的竞争者是谁 陆宇停住笑 开口问道 我让美寒姐去竞争了 她现在正好还没有与卢局长结婚 别人不会在意 还有就是 他们现在有了孩子 后面花钱也会多 肖梦辰脸颊红扑扑地说道 有孩子了 陆宇倒是震惊 啪 圣灵云对着陆宇就是一把掌 看看人家 多有正事 陆宇顿时低头 难道自己每天工作不是正事吗 扑斥 肖梦辰再次笑出声 偷偷地看了一眼陆宇 他们春节回家在一起的 这段时间就在忙着准备结婚的事情 所以 卢局长最近来找你比较少了 工作没有耽误就行 陆宇笑着说道 那倒是没有耽误 肖梦辰笑着肯定 这件事帮我留意一点 我争取从这件事入手 将杨永江一块都进去 陆宇看向肖梦辰说道 肖梦辰点头 表示一定会做好 还是保证 眼前屁股底下的事情好了 圣灵云瞪了陆宇一眼 责备道 屁股底下的事情不是有你吗 陆宇脱口而出 只是说完 就感觉自己的这句话 好像说错 有点暧昧了 肖梦辰捂着嘴 憋住笑 而圣灵云的美眸中 都是犀利的冰冷 盯着陆宇 就差直接冲过来 将陆宇给掐死算了 工作了 陆宇连忙低头 转移注意力 今晚我不走了 圣灵云坐在陆宇的床上 我去睡觉了 肖梦辰吐吐舌头 转身回了房间 陆宇扭头看向圣灵云 住别墅多好啊 我都羡慕 要不你去住 圣灵云白了陆宇一眼 孤零零的一个人 什么感觉都没有 看了一眼这个小房子 这个房子虽然简单 但是充满了家的温馨 我现在算是知道了 对于家来说 不在于大小 在于的是心境和心情 只要是有了心境和心情 才是最好的 陆宇听到家 想到了自己的家 脸上神色也是有些微微的伤感 早点睡吧 明天还要去密云室 你还真让我睡啊 圣灵云瞪了一眼 站起身 我去和他们两个挤去 圣灵云说完 去了肖梦辰 他们的那个房间 陆宇很快就听到三个女人 唧唧喳喳的笑声 她的脸上也充满了笑容 有意有识真的难得可贵 对于这些女人来说 通过自己 联系在一起 但他们本身 已经都是朋友了 她收回心思 开始加班 丰都县的建设 她的规划很多 只是现在无法全部施展 为卑微感望忧国 现在的陆宇 已经为将来接任县长而努力了 对于密云室的事情 现在已经不去考虑了 此刻 霓虹超坐在房间沙发上 已经知道新世纪酒店明天要关门 然后要从这里搬走的事 她倒是没有感觉不爽 相反还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 在她看来 陆宇这是到处树敌 引来敌人的愤怒 遭到的报应 对于陆宇 她是充满了鄙视和看不起 不过更多的是心毒 她现在反而期待这件事闹大 甚至是希望这件事能够成为陆宇被打脸 甚至是点燃陆宇被调整的导火索 霓虹超已经是在等着看笑话了 而此刻的温世平正在与郑玉强做指示 新世纪酒店 不管什么原因 一定要让他们关门 温世平色力内人 霸气说道 温区长放心 这件事我一定做好 郑玉强开口保证道 这次我们铁西区负责承办密云市招商引资大会 虽然是东道主 但我们对丰都县也不当好客的东道主 温世平的脸色阴沉冰冷 丰都县既然能够翻腾出来那么多水花 这次就再翻腾一下 让我看看还能有什么样更大的水花好了 郑玉强连忙点头 我明天就让相关部门去调查新世纪酒店 也别太直接了 对于其他小酒店也一并检查 就以保证招商引资期间的安全为由 对有问题的酒店全部进行整顿 温世平压下怒火 最后比较理智地说道 好 郑玉强点头同意 做好对签和果业的安排工作 明天签和果业的签约 是我们的铁西区的开门红 温世平专门叮嘱郑玉强 说起这件事 依旧会想起赵云成 自然就是窝火恼怒 联想到陆宇的身上 郑玉强连忙点头 我早晚都过去与杜千和交流 目前他对于我们铁西区非常满意 爱 温世平文厅 非但没有高兴 反倒是叹息一声 要是他能够从丰都县撤资 都在我们铁西区投资 那该多好 郑玉强脸上露出阴险 我们先拉近关系 等后期大家处好了 一切皆有可能 温世平汉手 赵云成进去了 以后这些事情就靠你负责了 你要多动动心思 争取能够做出特色和成绩 我也好为你的下部安排打算 谢谢区长 郑玉强激动地说道 温世平汉手 两个人又商量一些细节后 郑玉强离开 温世平的态度非常坚定 就是要让敢支持封都县的新世纪酒店关门歇业 在这个铁西区 凡是不听招呼 打脸他的人 都要得到惩罚 尤其帮助陆宇的人 更是该死 温世平与陆宇之间的矛盾 已经是无法调和 大家已经是到了刀光剑影的程度 郑玉强已经开始通知 准备明天的检查 第二天早上 工商、安监和消防部门的很多人 就纷纷开始行动 去检查全区的各家酒店 至于新世纪酒店没有再去检查 他们倒是也很聪明 采取了撒网式的检查 目的就是为了最后突出新世纪酒店 霓虹超等人早上出来的时候 都纷纷带上了随身物品 直到晚上无法在这里入住 酒店经理倒是很爽快 因为这个意外 所有人都是免费住宿 这让很多人对这个新世纪酒店的印象倒是不错 霓虹超一直没有开口 都是爱与杀感谢的 他现在很期待这件事会怎样发展 他们开车赶往招商引资大会现场 这次招商引资大会 设置在了密云市会展中心 会展中心位于铁西区 故而铁西区算是东道主 霓虹超他们的车子进入快展大街 就看到很多车子开始排队进入会展中心 看到长长的车龙 他心中倒是暗暗庆幸 幸好昨天没有回丰都县 然后再早起赶来这里 若是真的那样 恐怕就会无法按时赶到了 霓虹超想到这些 又想到陆宇安排的住宿 心中的恶心再次生腾起来 他觉得陆宇已经给他带来心理阴影 你好 我们是丰都县招商局的 司机对着敲窗户的警察 放下车窗户说道 霓虹超抬头看去 发现车子两侧都站了警察 忍不住沉声问道 什么事 我们检查每个人的出入证 警察客气地开口说道 霓虹超看到前面的其他车辆都没有被查 只有自己的车辆被查 心中很是郁闷 扭头看向爱玉莎 爱局长 我们的出入证呢 爱玉莎看向陈峰 陈局长 出入证呢 陈峰顿时脸上露出尴尬 昨天我忙着预定酒店 之后联系的时候 对方说是到了下班时间 办不了 没有 霓虹超冷着脸问道 陈峰红着脸点头 没有 霓虹超都要爆肝 这个招商局的人员 都是什么能力 这样的人 还能够招商引资 他真想立即下车离开 你书记稍等 我去协调一下 爱玉莎打开车门下车 看向警察 微笑说道 你好 我是丰都县招商局局长爱玉莎 这是我的工作证 我们昨天来晚了 出入证还在办理中 能不能通融一下 警察 警察看到爱玉莎容颜美丽 身段妖娆 声音甜美 心间都被撩拨几下 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真想立即放行 但想到上面的安排 只能是无奈说道 真是对不起 没有出入证 我们不能放行 能不能通融一下 我们县委尼书记就在车上 一会招商引资大会的开幕式 就要开始了 我们要急着进去 爱玉莎有些焦急地说道 警察依旧是态度坚决地摇头 真是对不起 我们是严格落实规定 不要让我们为难 什么规定 他们的车为何没有拦住检查 倪洪超恼怒地质问道 你书记 爱玉莎连忙喊道 想要提醒警察倪洪超的身份 警察根本没有理会 继续说道 他们的车上都有出入证 你们的车上什么都没有 自然就要拦住查看 倪洪超听说又是出入证 抬手看了眼时间 已经上午八点半 还有半个小时 就要召开开幕式 这要是不敢进去 可是自己丢脸了 我是丰都县县委书记 我们把工作证押给你 等我们办理了出入证之后 再来换取 倪洪超忍怒说道 警察却摇头 真是对不起 我们不能放行 倪洪超这下 要被郁闷死了 昨天是没有住的地方 陆宇解决了 今天是不让进去 要是自己解决不了 真是丢人 他感觉这个招商引资 弄得一地稀里哗啦 憋屈郁闷 他现在真想对着 爱玉莎和陈锋发火 最后忍住怒火 找到傅清康的电话拨打过去 电话打了第二遍才被接通 另一端传来傅清康滴滴的询问声 倪书记 您好 倪洪超就知道这事 在开会中 说话不方便 但不能不开口求人 于是解明恶药地说道 清康书记 我们丰都县的出入证没有办理 在会展中心门口被警察拦住 进不去 能不能帮助解决一下 车牌好事 傅清康闻听事这件事 也没有多想 立即说道 稍等 我马上派区委办主任过去 傅清康挂断电话 立即安排区委办主任去落实 另一边的倪洪超 算是舒服一些 五分钟不到 跑来一个身材中等 微微发福的男人 男人很快就发现 倪洪超他们的车子 快步跑过来 倪洪超看到对方态度很积极 脸色好了很多 觉得这件事能够解决了 你书记您好 我是区委办主任张达 男人一边伸出手 一边自我介绍道 倪洪超笑着 与对方握握手 不好意思地说道 麻烦张主任了 你书记客气了 张达说完 看向警察 马上放行 警察听到是区委办主任 心中是紧张过的 这毕竟是区委书记身边的人 那都是要高人一等的 不过 想到这是上面的安排 通知得很明确 没有出入证 就不能进入 于是说道 对不起张主任 我们接到的通知 就是没有出入证 不能进去 张达闻听 倒是愣住 没想到对方 竟然不给自己面子 难道还要副书记 亲自给你打电话 啪 警察对着张达敬个礼 张主任 我们只是落实上级规定 张达被弄得这个郁闷 倪洪超也看出 这个警察就是死心眼 不过他始终觉得有问题 张达掏出手机 立即拨打电话 和对方交流了好半天 最后气地挂断电话 又拨打了几个电话 依旧是没有好时 张达的脸上挂不住了 你书记 您稍等一下 你们派个人与我去办理通行证 那边我联系好了 到了就会办理 倪洪超看出 张达也是尽力了 现在再给父亲康打电话 显然是不合适 微微汗手 辛苦张主任 对不起你书记 张达脸上都是歉意 陈局长跟着去办理吧 爱玉莎美丽的脸上都是韵怒 她都要恨死杨永江了 要不是瞎安排 怎么能这样麻烦 陈锋此刻也是满额头冷汗 立即点头 与张达去办理通行证 倪洪超返回车上 脸色阴沉似水 对于这一次的招商引资 她对铁锡区不满 更是对县招商局不满 甚至已经做好决定 要回去批评陆宇 这也是她平时对招商局分管不到位的原因 五分钟后 通行证办理回来 警察放行 张达直接压车 走了绿色通道 但即使是这样 他们下车的时候 距离招商引资大会 开始已经不到十分钟了 倪洪超进入会场 看到其他去县代队领导都已经做好 前面都有姓名牌 唯独他们封都县连个位置都没有 脸再次黑了 傅清康一直在忙碌 看到这一幕 立即安排人落实 更是主动走过来 歉意打招呼道 你书记好 清康书记好 倪洪超还是客气感激 两个人握了握手 温世平看到倪洪超连铁青 心中暗笑 出入症和住宿一样 都是专门针对丰都县准备 虽然来的不是陆宇 但是倪洪超愤怒 自然会找陆宇发火 巧妙地借刀杀人 他去看向郑宇强 你们怎么保障的 为何没给丰都县准备姓名牌 温区长 他们丰都县一直没有与我们会务组联系 更没有上报参会人员 所以才没有准备姓名牌 郑宇强连忙解释 温世平假意还要发火 被倪洪超拦住 没事 我找个地方坐下就行 坐我身边 傅清康自然不能慢待 格外重视说道 郑宇强倒也不废话 连忙重新布置会场 虽然又是一个小插曲 而且倒是顺利解决 但让倪洪超很是不舒服 最不舒服的是那些已经坐下的众人 因为倪洪超的座位夹在中间 很多人的座位都被移动 这让一些人的脸上都是不悦 尤其是有些曲线一二把手来的人 更是有些不悦 这是在看不起他们 倪洪超心中 对于县招商局的不满 已经开始要到了爆发的边缘 上午九点钟 密云市招商引资大会 暗时召开 开始是铁锡区组织的开幕式表演 接着是郭松芳致辞 最后是丁来信讲话 一套程序下来 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 这一个小时倒是非常顺利 不过却把两个人急坏了 一个是杜千和 他等着圣灵云进来围绕新世纪酒店的事情质问铁锡区 可是一直没有进来 另一个就是圣灵云本人 他也遇到了相同的通行症问题 被拦在外面进不来了 这个郁闷人 就这样 原本的计划被打乱了 圣灵云进来后 看到开幕式已经结束 有些颓然泄气 于是给陆宇打电话 表示歉意 陆宇却没有在意 只是让他再找机会 不用着急 这让圣灵云心中舒坦很多 更是询问陆宇能不能来 陆宇告知不来 圣灵云多少有些失望 此刻 丁来信等人正在逐个展区游览 看看各个区线重点宣传 和招商引资的方向 一路上 各个展区的领导 都是非常热情主动 积极介绍自己区线的招商引资重点 更是利用各种声光电的高科技手段进行宣传 丁来信等人都非常满意 不时站下来 现场询问 通过这种方式 帮助宣传介绍 希望随行的企业家能够感兴趣 就这样 他们一路走下去 也相当于帮助每个区线做了一次广告 霓虹超跟在人群中 开始还是满脸笑容 可是越来越觉得不对劲 风都县怎么没有宣传位置 当他们转了一圈 都要结束了 也没有发现风都县的位置 丁来信和郭松芳都发现了这个问题 两个人目光都看向了霓虹超 霓虹超的脸上挂不住了 他目光巡视一圈 看到角落上 艾玉莎等人正在忙碌 但是很显然 都有些茫然 霓虹超的脸黑得像六月天的乌云 这次的招商引资 就不该来 温世平看到领导关注了风都县 连忙说道 丁书记 郭市长 我们的招商引资 早已经下发通知 更是让各个区县 提前一周来布置宣传 风都县一直没人来布置 所以才会 后面的话没有说 而是看向了霓虹超 霓虹超都要凸显 这脸被打得 太憋屈了 他要是知道 怎么都会专门批示安排 丁来信却仿佛看到了希望 眉头挑了挑问道 风都县招商引资工作 谁负责 霓虹超心头一动 这是要祸水东引吗 是霓虹超连忙说道 霓虹超连忙说道 霓县长怎么没来 丁来信环视一圈 淡淡询问 但脸上的怒气 已经散发出来 他正在忙碌 省扶贫办的调研工作 临时忙碌 我就替他来了 霓虹超压制着 都要毁清肠子 郁闷说道 就算是没有来 难道关于扶贫工作 就不应该有批示和安排吗 你们风都县 难道不知道这件事吗 丁来信怒火上涌 对着霓虹超质问道 霓虹超虽然郁闷 但是也无话可说 因为这件事 丁来信问的没有错 就算是霓虹不来 也应该有布置 更是应该有自己的批示 丁书记 这件事是我的责任 是我没有向陆县长汇报 就在这时 爱玉莎走了过来 主动说道 丁来信本来闻声就要发火 可是目光落在爱玉莎的身上 看到窑窍身材 美丽的鹅蛋脸上 写满了主动担当的无味 水汪汪的眼睛中透着坚定 突然有些让人于心不忍 郭松芳开口打圆场问道 为何没有上报录语 很简单 爱玉莎回答了三个字 然后不说了 众人愣住 爱局长 注意你的说话口气 霓虹超黑着脸提醒 你书记 这次事情是我的失职 回去后 你们想要撤职 直接撤我就行了 爱玉莎挺直郊区 脸色变得非常坚决地说道 我就是希望你们以后工作中 能够有点路线长的责任心 不要每天都为了全力在斗 让我们家在中间工作 都没法干 爱玉莎美丽的脸上不满怒火 双眼都像是爆发的火山 她的发火 将众人都惊呆了 这是什么情况 尤其是让霓虹超的脸上挂不住 这相当于接丑 风都县内耗官斗 丁来信脸更黑 自己骑虎难下 出丑 真是搞笑 让人心寒 爱玉莎最后看向现场来投资的人 风都县要是有路雨县长 你们去放心大胆地投资 保证你们赚钱 要是没有路雨县长 都别去投资 那就是坑 小心亏死你们都不知道怎么亏的 哼 爱玉莎的话说完 整个现场死一般的安静 美女靓丽 光彩照人 美女霸气 话语射人 霓虹超的脸 比被人用力抽打都热 被下属将风都县黑锅揭开 简直就是丢到家了 丁来信同样如此 爱玉莎的话 相当于也是在批评他 让他都心虚 反倒是郭松芳 眼中露出欣喜 这个爱玉莎的话 很直白 更是肯定了陆宇的政绩 比他们对着丁来信说都有用 尤其是看到这么多的记者在现场 这位同志 话不能说 工作是大家一起干的 郭松芳压下激动 开口打圆场 看了眼封都县的展区 既然是陆宇负责这件事 那就让陆宇来这里处理 丁书记 尼书记 你们看如何 郭松芳的开口 成功地将两个人的怒火 给调整了一下 丁来信目光喷火地看着眼前的爱玉莎 真是搞不懂这个女人干什么呢 难道一点官场原则都不讲 怎么与陆宇一个样 看到眼前封都县的招商引资不止 想到现在封都县的情况 这次招商引资 估计是要凉凉了 眼前是倪洪超带队 若是按照郭松芳的每天通报 岂不是让封都县的脸都丢光了吗 他当然 不想让这个省长的侄子丢人现眼 于是看向倪洪超 倪书记 这件事既然陆宇负责 那就让陆宇亲自解决好了 倪洪超也知道 丁来信这是要帮助自己推卸责任 心中算是松了一口气 虽然窝火 但还是点头 我这就联系陆宇 丁来信点头 倪洪超掏出手机 拨打陆宇电话 索性直接免提 你书记好 电话响了两声就被接通 陆宇客气声音传来 非常响亮 倪洪超很想陆宇生气发火 故意说道陆县长 密云市招商引资 我们丰都县什么准备都没有 现在展厅内 我们丰都县独树一掷 你过来解决一下 陆宇文听 顿时知道这事让自己去擦屁股 想到现在自己就想要在密云市点燃火呢 当然是好事 我现在就坐车去密云市 他的痛快答应 让所有人都愣住 尤其是一些官场上的人 看了眼封都县的展区 这个情况 还怎么能够吸引人 陆宇这是来自投罗网 还是来丢人现眼 郭松芳心中 倒是暗暗称赞陆宇 真是干事的人 不管什么工作 都不会有任何犹豫 省服平伴那边的工作 你也要兼顾 倪洪超希望陆宇忙中出乱 于是说道 好的你书记 陆宇再次答应 倪洪超对陆宇的好态度 彻底没辙 辛苦陆县长 倪洪超挂断电话 丁来信脸色也是不好看 自己要调整陆宇 现在丰都县的脸丢没了 却要陆宇来救场 这是在给自己上眼药 不过 他依旧是坚定要废掉陆宇 丁书记 我们到这边看看如何 温世平想到陆宇来收拾烂摊子 心中冷笑 并不看好 于是说道 丁来信点头 转身离开 丰都县的这个事情算是过去 但是很多人都在期待陆宇的旧场 有想要看热闹的 有希望能逆袭的 爱玉莎算是松口气 他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心中特别希望将陆宇保护住 甚至为了陆宇可以不要自己的命 陆宇并不知道这边的事 他已经开始准备 首先给周熙为打电话 让他组织人到密云市参加招商引资 周熙为根本不知道要引资什么 但立即答应 陆宇同时让王培住组织各个乡镇 围绕一乡镇一特色的规划 准备详细的材料 一天内必须要准备完毕 王培住也是一头雾水 连忙答应 组织落实 陆宇上车出发前 又给黄萍霜打电话 让他帮忙安排人 围绕这个异乡镇一特色 拍摄宣传片 黄萍霜立即答应 陆宇最后带着汪诗诗赶往密云市 而他故意将自己去密云市 招商引资的消息漏了出去 很多主播纷纷赶往密云市 圣灵云的电话打了过来 陆宇接通电话 笑着说道 我一会儿就去密云市了 我听说了 所以才打电话的 圣灵云笑着调侃道 是不是心中放不下姐 姐姐走到哪里 你就要跟到哪里呢 扑斥 圣灵云说完 自己都忍不住笑了 刚刚这边闹的事情 他都看到了 对于这个爱玉莎 也是非常钦佩 要不是知道这个女人 与杨永江有一腿 都会怀疑看上陆宇了 陆宇抬手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看了眼旁边的汪诗诗 后者假装没有听到 看向窗外 新世纪酒店的事情 先不要说了 等晚上 我们无处 可住的时候再说 陆宇说道 好的 圣灵云笑着答应 接着哥哥笑着说道 我等你来啊 会展中心见 陆宇说完 挂断电话 他转头看向汪诗诗 你今天自己找个酒店主 汪诗诗以为 陆宇是想要与圣灵云相处 心中酸酸的 但还是点头 好的 晚上要是我们无法住进 新世纪酒店 就会曝光酒店内部的设施 而你直播居住酒店的设施 帮我们摇像辉映一下 陆宇说道 汪诗诗闻听 知道这是要对比出酒店的差别 打脸那些部门 顿时心中酸意消失 笑着点头 可以 到时候 我听你的安排 感谢啊 陆宇说完 看向窗外 这次招商引资 还真的要靠你们了 我们 汪诗诗一问 陆宇点头 现在的丰都县 想要招商引资 真的很难 不具备条件 但是现在的现实情况就是 没有招商引资 风都县脸上挂不住 更重要的是 现在风都县招商引资进来的人 做什么 汪诗诗沉默片刻 可以考虑劳动密集型的企业 陆宇摇头 劳动密集型的企业 容易造成污染破坏 还有就是 透支了风都县的未来 更重要的是 这些企业用工 造成了农民的流失 耕地怎么办 汪诗诗再次沉默地点头 农村要富裕 但是也要稳定 毕竟风都县是粮食大县 我们要从风都县的实际出发 陆宇继续说道 按照你的说法 好像是真的很难啊 汪诗诗都有些头疼了 靠我给你宣传什么 汪诗诗回到了陆宇的问题上 好奇问道 暂时我不确定 到时候看吧 但是何西镇肯定是要宣传的 陆宇思索着说道 行 反正你指挥哪里 我就向着哪里 汪诗诗俏皮地说道 陆宇看到开心的汪诗诗 突然有些头疼 这个女人该不会 真的也喜欢上自己了吧 要是那样 将来咋办啊 她是对汪诗诗 没有任何感情 就是当成了朋友 车上沉默了 汪诗诗也没有打扰陆宇 以为她在思考 并不知道是在思索 两个人的关系 陆宇和汪诗诗赶往密云市 另一边的爱玉莎等人 看着现场 也不知道怎么设计 这个女人倒是很有个性 就像是刚刚怒对 霓虹超等人一样 直接让所有人不要管了 等着陆宇来安排 众人就什么都不做 有些人去了别的曲线展示区 看到有很多人在洽谈 更是开始签约 心中充满了艳线 陈锋跑出去 给杨永江打电话汇报情况 杨永江听说 霓虹超和丁来信生气 倒是很高兴 但是对于爱玉莎的发火 也是有些恼火和愤怒 但最后只是让陈锋有消息 及时汇报 他现在很希望这件事 再次让丁来信等人发火 那样就能够加速陆宇的滚蛋 丁来信的车上 红超书记 现在丰都县的工作 还算顺手吧 丁来信参观完以后 返回市委 叫上了霓虹超 准备回去好好聊聊 大意诗经周啊 霓虹超倒是没有撒谎 丁来信知道霓虹超的言外之意 微微汗手说道 不可预知的事情太多了 主要是陆宇这个人出手诡异 防不胜防 也是难度大了很多 还是我自己做得不够好 要是能够做好 就不会这样了 霓虹超这次 倒是真的反思了 这点你反思是对的 毕竟今天那个女局长 当众这样说 丰都县的官场 传出去都不好 丁来信的语气中 充满了不悦 霓虹超明白丁来信的意思 微微点头说道 是啊 他是陆宇提拔的人 丁来信问道 不是 杨勇将提拔的人 霓虹超连忙说道 那就更有意思了 丁来信的话语中充满了意味深长 霓虹超的大脑迅速转动 开始思考丁来信的意思 过了有一分钟 丁来信看向霓虹超 想明白了吗 霓虹超擦拭一下额头的汗水说道 若是真的这样 真是可怕啊 丁来信汗手 是啊 现在的情况 若是霓虹真的能够将杨勇将用的人都感化了 这个霓虹才是真的可怕到了极点 霓虹超脸色不断变化 更加期待能够将陆宇给调整走 陆宇要是一个能够被我们使用的干部 真是一个好干部啊 丁来信都忍不住非常客观地评价了一句 霓虹超汗手 但他从丁来信的眼神中 看出了调整陆宇的坚定想法 与他们这边的商量相比 此刻郭松芳与张志刚坐在了一辆车上 这是两个人第一次如此近距离交流 陆宇来了 想要扭转 我是真好奇他的切入点 张志刚带着沉思语气主动开口 我也好奇 但我相信这小子会有办法 郭松芳笑着说道 他的思路清奇 确实是与众不同 不过唯一的问题就是千万别过计了 哈哈 郭松芳闻听大笑 刚刚接听迷洪超电话的时候 我是真担心他发火 但是好在这个家伙态度非常好 陆宇是大局官强 做事用心 坚持原则的人 需要一个好的搭档 张志刚说出自己的评价 还是将眼前的危机化解过去吧 郭松芳依旧是没有松口气 那个女局长的话 估计刺激了很多人啊 是好事 也是坏事 郭松芳点评 我觉得 对我们是好事 郭松芳点头 充满期待地说道 这一次的招商引资 不仅仅是陆宇的扭转局面 更重要的是陆宇实现自救和翻身 我也很想知道最后的结果 张志刚的眼中同样露出笑容 陆宇一个小时后 来到了会展中心 这不是陆宇吗 陆宇来了 快看看丰都县怎么办 能怎么办 他又不会变魔术 还能直接让场景布置出来 众人看到陆宇 议论纷纷 各种话语随着而来 陆宇倒是很自然 一路走来 不时看看其他局限的宣传片 看到人家的宣传和内容 想到爱玉杀给自己的方案 他就大概知道了问题 无论是霓虹超还是圣灵云 之前在电话中都没有说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陆宇现在是不知道具体事情的 陆宇一路走来 他的名声 加上身边的汪诗诗 自然就让他显得非常细静 爱玉杀听到陆宇来了 快步迎了过来 陆县长 我们的展示区在这边 陆宇看到爱玉杀美丽的脸上 都是忧郁和歉意 唯一的感觉就是 这个女人就算是忧怨 都好像能够魅惑死人 自古风都出美女 这个爱玉杀 就是最好的证明 陆宇收回心思 笑着问道 我们风都县的展区呢 爱玉杀脸上布满红霞 没有了面对丁来信的那种傲娇和霸道 甚至还带着一抹不好意思 陆宇本来就没有看到展区内容 如今沉默 就更知道不好 也就没有问 跟着走来 很快就来到角落边缘 看到丰都县招商局的工作人员 都垂头丧气 陆宇的出现 让他们算是有了点精气神 陈锋虽然因为杨永江 对陆宇也带有仇恨态度 但还是上前打招呼道 陆县长好 陆宇汉首 扫尸一圈 现场无论是风都县的人 还是跟来看热闹的人 都纷纷看向陆宇 等着陆宇的反应 很多人看来 陆宇马上就要发火了 毕竟 这不是招商引资 而是在丢人现眼 就连爱玉杀都做好了准备 想要主动接受批评 陆宇没有说话 只是注视着这个展区 这是一个三面墙 处于夹角的展区 无论是空间还是位置 都已经是偏得不能再偏了 而且光线非常暗淡 陆宇沉思没有说话 现场已经非常压抑 陆县长 你要是想发火 就对我发火好了 这件事是我的责任 爱玉杀看向陆宇 主动开口 陆宇就是一愣 侧头看向爱玉杀 笑着问道发火干什么 发火干什么 不仅仅是爱玉杀 所有人都听得愣住了 霓虹超甚至叮来信都发火了 为何陆宇竟然不发火呢 爱玉杀的美眸中闪过淡淡的白雾 这个男人真的与众不同 陆宇没有解释 而是走过去 抬手轻轻地敲了敲周边的墙壁 都是石膏版的假墙 表面非常的光滑 陆宇将这里看了一遍后 转头看向爱玉杀 爱局长 你现在安排人去购买六个野外生存用的强光手电 然后买两盒256色的水彩笔回来 本来就听愣住的众人 听到这个安排 再次都愣住 看着这个陆宇和白墙 难道要搞手绘 爱玉杀倒是没问为何 立即落实 分别派人去购买手电筒和彩笔 陆宇看到有会务手册 找到会务保障 发现保障人员竟然有郑玉杀 立即掏出手机拨打过去 郑玉杀已经听说陆宇来了 正远远地看着 想要知道陆宇如何解决 看到陆宇的电话 笑着接通 很夸张地口吻喊道 陆大县长好啊 过去陆宇给刘云峰当秘书 郑玉杀给温室平当秘书 领导开会的时候 他们这些秘书凑到一起时 互相都认识 郑主任 我想麻烦你一件事 陆宇客气说道 陆大县长请讲 郑玉杀语气中 有意疏远陆宇 能不能给我保障一个梯子 陆宇问道 梯子 郑玉杀都听得愣住 没想到只是要个梯子 是的 陆宇肯定回应 可以 我给你送到哪里 就送到丰都县的展示区好了 陆宇说道 好 郑玉杀答应后 挂断电话 回头看向丰都县的展示区 忍不住都是好奇 这是要干什么 对于这个要求 他倒是落实得很快 梯子不久就有人送来 陆宇看了一下高度 足够高 很满意 谢过工作人员 就对着三面墙开始思考 众人还是不知道陆宇的想法 都好奇地看着这里 不知道他会想出什么方法 一个小时后 六个强光手电筒和水彩笔都拿了回来 陆宇笑着 看向汪诗诗 诗诗 你现在有没有兴趣搞个直播 直播什么 汪诗诗美丽的鸭蛋脸上露出甜蜜笑容询问 已经开始最好准备 陆宇抬手指了指墙壁 直播一次 我的手绘秀如何 手绘秀 众人惊呼 陆宇微笑还 因为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陆宇倒是没有在意直播 更没有在意自己的形象 此刻他衣服兜里 嘴上 耳朵上 都是各种彩笔 听到汪诗诗的直播 扭头看向直播间方向 还对着镜头 白手打招呼 原本听到汪诗诗直播的粉丝 就是发萌 如今看到陆宇的这个样子 更是发萌 陆宇是艺术家了 这哪里是公职人员的形象啊 该不会又是作秀了吧 这家伙是不是直播上瘾了 各种询问的声音 开始此起彼伏 语气中都充满了各种怀疑和不相信 陆宇倒是非常平静 开始了认真的绘画 汪诗诗也不好再说什么 就是开着直播 对着陆宇 现场所有人都这样看着陆宇 想要知道他会做什么 谁让你在墙上乱画的 就在这时 人群外面传来愤怒的质问声 刷 众人目光看去 一个带着会晤管理工作牌的男人 满脸阴沉地走了过来 陆宇嘴上叼着彩笔 没法说话 艾玉莎连忙过去 李茂说道 你好 我们是封都县招商工作人员 正在布置会场 布置会场 对方已经看出来 但脸色依旧非常不好看地继续说道 现在都已经是招商引资正式开始 你们布置会场 这不是影响招商引资吗 不准布置了 我们就在这个角落 不能影响其他 艾玉莎连忙解释 到处乱化 损坏墙壁 空气污染 怎么不影响 要是因为你们 导致招商引资工作出现问题 你们负责吗 能负起责任吗 工作人员越说越生气 越说越不满 陆宇此刻已经把笔从嘴里拿出来 看向愤怒的工作人员轻松笑道 这种水彩笔 是孩子画画用的 怎么会有污染 工作人员其实也知道 水彩笔没有污染 就是故意一说 他是正欲强派来 缴合不让布置的人 陆宇反对 他自然不会接受 继续说道 就算是没有污染 这个墙壁被你这样给破坏了 这个损失怎么办 我们负责给你恢复 艾玉莎来气了 对着工作人员说道 那也不行 会展中心与我们签订合同的时候 专门强调不能乱话的 工作人员想到正欲强的安排 表现得非常执拗霸气 就是不肯给陆宇任何面子 陆宇却笑了 从上面下来 看向工作人员 抬手一指旁边的展区 你看他们的墙壁上 那是什么 悬挂电视的破坏 难道不是更大吗 这 工作人员无言以对 各位粉丝 大家稍安勿躁 我们的直播 现在有点小插曲 很快就会解决 汪世世非常聪明 对着直播间说道 一句话 相当于一把利剑 对着工作人员举起 工作人员认识陆宇 更是知道陆宇的直播威力 顿时有些发出 他知道自己得罪不起 于是说道 反正我提醒了 要是将来有人来找 你们赔偿 你们自己赔偿好了 说完 不等陆宇说话 已经转身走开 工作人员走开 小插曲过去 工作人员很快就来到 郑玉强的身边 看向郑玉强 郑主任 不好意思 我没能阻止成功 郑玉强看着陆宇忙碌的方向 心中冷哼 牛逼是吧 他收回心思 看向工作人员 没事了 你先看着 等他都画好以后 你让会展中心的工作人员过来 让他们强制陆宇拆除擦掉 工作人员闻听 顿时脸上露出欣喜 对着郑玉强竖起大拇指 谄媚巴结道 郑主任高明 郑玉强嘴角露出冷笑得意 已经在等着陆宇忙完以后 擦掉白忙活一场了 陆宇这边不知道郑玉强的阴险 他开始继续绘画 很快一个风都县的地势图出来 原本白色的墙壁 顿时变得更加生动精彩 让出现了风都欢迎你 五个大字的出现 瞬间让这个墙壁打上了风都县的烙印 很多人都忍不住开始纷纷拍照发朋友圈 真的是画美 字更美 正面的这面墙已经用去了一大半 剩下的一半 陆宇从梯子上下来 目光在艾玉莎的身上打亮了几眼 突然想到了艾玉莎的个人之秀绘画 她的眼中忍不住就是一亮 艾玉莎看到陆宇这样看着自己 忍不住有些微微错愕 甚至是有点不好意思 陆宇在正面墙壁上打亮思索片刻后 开始动手画了起来 很快一个女人完美曲线轮廓出来 看到这个轮廓 艾玉莎的郊区都是一阵颤抖 这不是自己吗 陆宇要画自己吗 艾玉莎的脸有些发红发烫 陆宇长这是要画美女吗 这身材也太棒了呀 自古风都出美女 该不会是要诱惑大家来投资吧 这不是那个局长艾玉莎吗 粉丝和现场的人都忍不住纷纷地开口议论 很多人都看向艾玉莎 就连汪湿湿都将摄像机对准了艾玉莎 艾玉莎顿时就像是暴露在聚光灯下 变得更加紧张羞涩 脸都红得要滴水 目光看向陆宇的背影 心中真的有种渴望 要是自己纯洁干净的时候 遇见这个男人 会不会心动呢 转眼半个小时后 陆宇绘画完毕 美丽的艾玉莎 就像是真人走进了墙壁中 陆宇在她的画像旁边 专门标注上 丰都县招商引资形象大使 招商局局长艾玉莎 看到这个介绍 艾玉莎脸更红 但是看到上面的图像 心中是真的非常高兴 太美丽了 女卫月极者容 男人能够画出女人的美丽 那就说明 在男人的心中有女人的美丽形象 最让艾玉莎感动的是 这张画出来的画像中 在她的神态和眼神中 透着一种坚毅和女人的自尊心 她知道 这是陆宇对她源自内心的评价 跃然在了画像中 一面墙结束 现场很多人的手机照相机 已经开始不断闪烁 纷纷拍照 都被美丽的话吸引了 女神 你过去与这个画像和张颖可以吗 有人看向艾玉莎喊道 女神 艾玉莎的心中一阵激荡 仿佛回到了青春年代 但脸上也充满了各种复杂和遗憾 自己现在是残花败流 陆宇微笑做了一个虚情手势 艾玉莎想到 这是自己的工作 又被陆宇赋予了形象大实 自然不好意思 于是走了过来 她站在陆宇给她的画像旁边 顿时引来更多的拍照和粉丝的欢呼 艾玉莎这个名字 都瞬间刷屏 人美 画像更美 眼前的艾玉莎 就像是画像中走出来的人 也像是走进画像的人 最令人赞叹的是 陆宇的色彩搭配 竟然与她的衣着颜色 一模一样 就像是双胞胎 汪诗诗的直播间 人气开始变得活跃 对于丰都县招商引资的宣传 已经开始纷纷地扩散开来 汪诗诗大概知道了陆宇的目的 通过这种宣传 争取将丰都县的形象展现出去 这是另辟蹊径 只是 不知道剩下的两面墙上 陆宇要如何处理 甚至是否正能处理